妮娜在25岁的时候拿到了研究生学位 紧接着,她的父母从加拿大远道而来 向她提出了一桩婚史 尽管心中充满担忧和不确定 她还是努力相信他们知道什么才是对她最好的 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 已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了她倍感压力 但她仍抱有希望 相信她可以应对命运为她准备的一切 最终,通过配偶担保 妮娜在加拿大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然而,她的生活并非一帆风水 语言障碍让她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 这让她感到压力和孤独 此外,由于没有加拿大学历 她找不到工作 这让她更加沮丧,也更加依赖丈夫 妮娜的婚姻也缺乏情感和浪漫 她的丈夫性格冷漠,很少和她说话 然而,即使日子过得很艰难 妮娜最终还是在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了乐趣 她将自己的爱和承诺投入到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充满爱的空间中 她在日常事物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但是有一天,一切都变了 妮娜的丈夫承认她在自己的祖国去了另一个女人 并想要以访客签证的形式将她带到加拿大 这一令人震惊的背叛,让妮娜感到崩溃和无力 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后来,她偶然从新闻中得知 如果当局发现她丈夫的第二次婚姻 她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妮娜曾考虑过举报这桩婚姻 但一想到她的丈夫可能会因此而被驱逐出境 她却感到十分沉重 因为这会让他们的孩子失去父亲 当她陷入沉思时,因为这会让他们的孩子失去父亲 当她陷入沉思时,一连串的问题让她感到不知所措 如果她的丈夫不得不离开,谁能照顾她的孩子 她能依靠谁来处理如此敏感复杂的局面 而她的孩子与和他们有着深厚感情的父亲分开 这将会是一个痛苦的打击 加拿大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家园 而返回她的祖国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独自应对加拿大复杂的生活前景让她感到无力和迷茫 她缺乏经验、资历和自知系统 这加深了她的强烈的孤独感 在她渴望有人可以帮助她的同时 妮娜也在为丈夫的命运而纠结 尽管她在情感上背叛了她 但她的丈夫已经在加拿大努力生活了超过25年 如果将她驱逐出境的话 势必会在情感、精神和经济上对她造成深远的影响 妮娜能承受为她做出这样一个改变人生的重大决定吗? 如果她不得不重新开始 她是否能养活她和孩子们呢? 一想到孩子们可能永远不会原谅她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她就感到更加痛苦 在沉默中 妮娜感到自己被困在了有限的选择中 她的无力感愈发强烈 与妮娜一样 其他幸存者也常常会感到无助 为了赋予他们力量 培养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念 就必须为他们提供选择和支持 然而 对于像驱逐出境这样的重大决策 尤其是使用移民身份来解决家庭问题的做法 只会限制幸存者的能动性 相反 提供社区服务、医疗保健、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 是重建他们生活的有效策略 针对家庭暴力事件 选择执行移民法令 强化了性别暴力只存在于移民社区中这一错误观念 从而加剧了这个问题的孤立性 加拿大社会面临的挑战 包括家庭暴力问题 必须在内部得到解决 而这需要包括社区组织 支持服务机构和公众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正在经受任何形式的性别暴力 请访问www.cassa.ca.gbvstudy 以查看在选资源列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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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